好 那麼有位朋友是給我們留言他是這樣說的 他說今年28歲剛生完孩子四個月 但四個月就生完孩子以後了 到現在還沒有來這個例假 他想說那這個屬不屬於正常呢 需不需要去看中醫條理一下呢 我們趕快請出我們的中醫藥學博士 我們的針灸師柳江華博士來幫他解決這個問題 柳博士您好 早安 主持人好 各位先生大家好 生完孩子四個月還沒有來月經 首先我要問他就是說是不是在哺乳 就是給孩子餵奶 那如果是給孩子餵奶呢 四個月不來月經這是很常見的 如果是沒有來月經那可能就需要調理了 OK OK 那如果是餵奶的話 就是那基本上多長時間來月經呢 還是說是餵完了以後就是斷奶了以後才會來呢 還是說可能半年啊什麼的算是比較正常呢 還是 說到這個就是說是我自己當時生女兒 那就是實際上有時候就是差不多 有的人是斷了奶以後才來月經 但是有的人呢就是沒有斷奶就來月經了 像我生女兒的時候 那時候給孩子餵奶餵到就11個月吧 結果呢就是一直沒有來月經嘛 然後後來就覺得回身不舒服 去檢查 檢查了一個多星期才發現是自己懷孕了 就是說對 它有就是你可能在孤魯期間沒有來月經 就是這是正常的 那在這裡也順便 因為我自己的經驗我也要提醒大家 就是說你除非你只想再接著要一個 要是不要的話就算是沒有來月經 你在餵奶期間可能也是要注意一點 就是說盡量避免在這個排卵期通貨 就算沒來例假也有可能就是懷孕嘛 對 就是我自己的就是意外的那個情況 所以就是沒有月經是可以的 你在餵奶期間沒有月經是很常見的 正常的事 所以不用驚慌這樣子 因為可能這個餵奶的母親要一驚慌一緊張 就沒奶了 對 其實我就發現就是每次跟你聊天的時候 就發現其實有很多的女性 她們有很多的問題都是在問你 我是真的覺得說這個女性真的是非常的辛苦 然後不管是生理上的 對吧 還是這個家庭的壓力 然後甚至於外界的工作的壓力 真的是女性的壓力是非常大的 三八節剛過的時候 對 剛剛過這個三八節好像 回憶上好多 對 所以真的是我覺得我們大家多多關愛女性一點 而且剛才有位朋友也是她說她幾十年都睡不著覺 就是睡不好 所以其實真的聽起來很心疼 嗯 嗯